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支影片將會來回顧AMTM的第15季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高端季 本季非常非常的有歷史意義 可以說是AMTM系列中背水一戰 把所有押箱的籌碼全部堵下去的遺跡 本季會誕生 彷彿像是Tyra聽到了業界對AMTM這個節目的嘲笑 笑它只是一個低俗不入流的實境秀 將它收視率跟評價不斷的下跌 所以在窮途末路之下 他決定用盡心血用盡人脈 打造一場顛覆世人評價的高端比賽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High Fashion Cycle 第15季 首先這季最主打也是最實際的改動 就是獎品的部分 除了經濟合約換成了更前衛的IMG Models 最重要的就是原本合作了8季的Seventeen雜誌 不好意思不夠高級 - Not fashion 換成了擁有世界頂尖時尚雜誌之名的Vogue Italia 這應該算是在模特圈中 最讓人夢寐以求的一個工作經驗 在業界如果拍過Vogue Italia 誰還敢不叫你一聲劫啊 而除此之外 這季最驚人的就是節目組邀請來的團隊 已經成為固定評審的Andre Leonteli 自然不用說 這季每一集的客座評審 都是大排到自己可以開一個節目的那種 不管是設計師 攝影師 總編輯 經紀人 還是模特 全都是業內最一線的人士 好幾個是連我這種孤陋寡文的阿宅 都聽過看過的大人物 像是超級名模Karlina Karkova 頂級攝影師Patrick Dimashillier 鬼才設計師Zack Polson 其他就算是我沒聽過的 隨便一查 也都是那種可以拿終身成就獎的時尚大咖 而且這季還直接用各級請來的來賓名字當作標題 一副好像其他內容都不重要了 你們觀眾快看看我們請到了誰 真的不敢想像Tyra跟節目組 是動用了多少人脈 打了多少電話 才請到這樣的豪華陣容 而有了這些大巨頭的參與 不僅是提升了比賽規格 無疑也是幫本季高端季的名號穩穩的背了書 而且Tyra在這季的參與度 直接是飆回像是初代級別的那種水準 幾乎每一集都可以看到她在評審室外參與選手們的行程 那你覺得Tyra真的把這一季看得非常重要 畢竟都談到了這麼棒的獎品 請了這麼猛的團隊 我想AMTN一定是想要靠著這一發一舉轉型 吸引觀眾回頭的同時 也變成時尚界能夠認可的高尚比賽 但是呢花了這麼多的資源 究竟這個high fashion季有成為本節目逆風向上的轉類點嗎 唉反正都已經是過去式了我就直接說吧 答案就是沒有 不只收視率還是照差不多的速度往下 這季選手的賽後發展跟前後幾季比起來也沒有說特別突出 那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呢 我這邊就提出幾個本季我自己認為的失敗點 第一個就是內容不三不四 雖然前面講說這季的卡司跟獎品有多豪華 但是呢本節目過去那些會讓人大冒汗的花招 卻也是變本加厲的出現 有時候看一看你都會覺得說 好像是兩個不同的單位在做節目 然後把它硬拼成40分鐘一樣 同一集裡雖然會有很認真做時尚的片段 但也會有地方綜藝到讓你覺得很適合在路邊攤的電視播 HF這兩個字有時候是high fashion有時候是holy fuck 像是這季ANTM的台部設計部門又挑戰了自我 端出了兩個喪心病狂的idea 一個是首周就出現的高空runway 一個是十強的輸送帶runway 兩個我覺得都是非常優秀的體育遊戲關卡 但是放在不斷強調high fashion的這一季 真的是會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我覺得畢竟是電視節目 想要搞一點花招吸收事實難免的 但是我覺得至少要跟現實做一點點連結吧 像是第六季的蟑螂跟教堂時裝秀 創新之魚也蠻有模有樣的 我就覺得算是平衡的蠻好的例子 但是這一季的簡直可以說是不講道理的惡整 先講這個高空台部吧 雖然看起來蠻酷的 而且應該是一個蠻用心的工程 但是模特在高空 觀眾在一樓 這個衣服到底是要秀給誰看啊 而且我說真的 雖然有綁鋼索 但這個站上去到底誰不會腳軟 以他們做節目的經驗 這些新魔在平地跌倒都已經不讓人意外了 誰敢說他們在這個高空甲板上不會失足摔下去 我個人覺得他們根本就是有在祈禱這件事的發生 然後可以放預告當本季主打 感覺他們到後期的標準就是 只要人不死怎麼玩都OK 而且這看一看怎麼這麼有魷魚遊戲的既視感啊 而要比整人度後面這個輸送袋又再更勝一籌 雖然這個乍看之下沒有高空的恐怖 但裡面卻是暗藏陷阱啊 首先就是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這個以跑步技來講 我看至少有調到3或4吧 這個不用力一點走 大家真的就是看你原地現場健身耶 而且他們穿的高跟鞋都爆幹高的 無法想要在上面會有多難走路 再來就是走這個輸送袋 最可靠的timing就是在你上去跟下來的那一刻 因為速度突然改變最容易讓身體不穩 看準了這點 節目組還在短短這樣一條輸送袋上 硬加了一個中導上去 為了就是多看起是他們出球的畫面 這個上去的瞬間一定會有一個 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不可能會好看 但是誰又在乎好看了呢對不對 大家最好摔成一團這樣最精彩 這個時裝秀可能是節目史上選手們走的最爆炸的一次 亮嗆 摔倒 吊鞋 罵髒話通通都來 根本是不給任何發揮空間 甚至本主題的效果還好到之後澳洲版也被拿出來玩一玩 而且這季還有一個超好笑的挑戰賽 內容是要考驗參賽者們在極端環境下 是否能用表情表現出正確的情感 簡單一點講就是你們全部給我去拍雲霄飛車的遊樂照 這就是六福村裡面那個一張兩百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們直接把這個當成是一個挑戰賽 而且內容更白藍的地方是 他們還要求每個人要揣摩出特定的情緒 那個情緒還都超複雜的 什麼嫉妒啊 靦腆啊 心中有秘密啊 那個屁啊 這個做過的誰不知道 拍出來還不都一樣 就是肉在飛的畫面啊 最後還一本正經的講評大家的照片 真的是有夠荒謬 這個挑戰賽的難度不是在雲霄飛車多可怕 而是要怎麼服笑場的把整段錄完吧 我自己重看的時候真的是笑到不行 喜劇效果我是給滿分 不過真的不懂為什麼這個挑戰賽 偏偏還會出現在強調高端時尚的15技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季呈現出的照片品質 你可能會想說15技的照片有不好嗎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季的照片要打分數 我會大概給個80分左右 沒有什麼特別好或不好就是還不錯的等級 但是因為這季它特別主打了高端時尚 從第一集就開始一直大量的給你期待 這一集我們要多厲害多高級 但最後照片呈現出來 好像沒有比其他季突出多少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點失望 這季照片的特色是 厲害的的確有比較厲害 但爛的也是爛的很明顯 像是在Rodeo Drive 由Patrick Dimashili也操到的那組照片 我就覺得是本季的精華 時尚度有 而且也是真的會在雜誌上看到的照片 在那一整集 真的有一種模特在實際工作側拍的真實感 其他還有幾組在義大利的照片 包含Covergirl照 甚至是大改造的照片 我都覺得有在水準之上 但說到比較不好的幾周照片 那真的是有點慘啊 尤其是開局的兩周 我覺得都蠻爆炸的 第一周的主題是要把曾經霸凌自己的詞 跟正面的詞語一起寫在身上 表現出重破新生的感覺 這個概念我覺得很棒很有意義 而且也從這集了解到了一些選手過去的故事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主題的難度有點太高了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歷 有這麼深刻的情感可以表達 而且這季的造型也很陽春 就只是簡單的一件黑泳裝 選手們沒什麼操作的空間 導致只有少數兩三個人拍出了符合主題的感覺 其他的就只是一臉困惑的泳裝照 身上還被塗得髒髒的 作為高端技第一周打頭陣的成品 實在是讓人有點失望 而緊接著第二周的舵天石照 更是殘不忍睹 造型上那個羽毛的廉價感就超重了 就算掉了鋼絲最後的照片也沒有呈現出夢幻的飛翔感 每個人不是動作像在拉筋 不然就是表情完全空洞 又是只有少數幾個拍出能看的照片 甚至Tiro還放狠話說 本週的照片就是一場災難 叫名的時候還特別指點出四位同學表現合格 其他都非常的糟 頭兩周開局就這麼不利 真的讓我當初看的時候蠻擔心這季的前途的 雖然之後有幾組照片有把水瓶拉了回來 但我只能說15G的美照分布太過集中了 大量美照都是放在其中幾集一次讓你看完 導致其他集中看起來會有點荒蕪 整個精彩度很不均衡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是因此而中途氣追 而第三個點就是本季的選手 剛剛說這季的美照過於集中 其實選手的能力也是 這季強者們從一開始就過於領先 導致前中期其他人完全淪於陪打 要先說喔 這一季絕對不是什麼雜魚季 以外型來說 15G無庸置疑是選了一批最有模特潛力的參賽者 整體姿勢在全系列裡面不是最強也有前三 但這季的問題是 有好幾個人都是只能當名詞而不能當動詞的模特 一開始看外表你會驚為天人 但放到照片中就特別令人失望 表情跟動作的表現力都嚴重不足 變成照片好不好看 肯吃當機造型搭配做得好不好 導致有點不像是模特大賽而是造型師大賽 這季有好幾個選手我其實都很喜歡 但如果你要我講他的優點 我可能就會一直重複的說他長得真的很漂亮 至於比賽表現就比較難多做點評 總結來說 如果本季你是支持Focus在某幾位領先者的話 那一定是跟玩無雙系列一樣爽快 可以看他們大殺四方碾壓群雄 但如果是想要看激烈競爭的話 那15G的戰況可能真的有點太過明朗 看這季如果你還能猜錯冠軍 我只能說你是非常的有信仰啊 好啦前面講的有點太長 那我們就趕快進重點 本季的選手回顧囉 這一集要聊到選手我把他們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屬於遺珠型的選手 我個人覺得非常有潛力 但是過早被淘汰 分別是安娜瑪莉亞跟Rihanna 安娜瑪莉亞是本季第一個出局的選手 我會特別想講他 是因為我當時看覺得他長得好像Lady Gaga 我很好奇模特版的Gaga拍照會是什麼樣子 加上安娜瑪莉亞在申選週是第一個被叫到 所以讓我對他充滿期待 結果他第一週就因為身形過瘦 立刻就被淘汰了 理由是展示這樣的身體會給觀眾帶來不健康的觀念 更好笑的是 他宣傳照的下半身 還是用GEN的照片改了一下光影直接移植過去的 結果他的身體是什麼七夜怪談嗎 看來觀眾會死掉是不是 而我想替他抱不平的地方在於 安娜瑪莉亞第一週的照片 就算是選了一張他把整個身體擋住的 我還是覺得他的臉非常上進 拍得比大部分的人都好看了 結果因為這種不可抗力因素被秒殺 我真的是覺得蠻可惜的 而在二方面 安娜瑪莉亞拍過一些行路照 整體來說模特的作品不多 他也是一位音樂創作者 有在SoundCloud平台上發布了很多首自創曲 目前他成為了一位攝影師 IG上的照片感覺更漂亮了 有種Lady Gaga跟Dualipa合體的感覺 而另一位移住選手是Rihanna 她是本季很多觀眾的痛點 前期累積大量期望 結果沒想到在第三週就買單出場 Rihanna這位選手 她是在甄選週的時候就讓人印象超深刻 因為她表演了一系列從來沒人看過的植物系POSE 由於她說她自己很喜歡大自然 評審們要她以仙人掌、柳樹 還有風滾草為靈感來擺POSE 臨場遇到這麼困難的題目 一般人不是呆住 不然就是會擺出一些怪模怪樣 但Rihanna完全不慌不忙 非常輕鬆的就擺出了三個超時尚的POSE 而且還真的都有抓到那個植物的神韻 如此的神表現 立刻讓評審們把她捧到飛天 加上她的臉蛋散發出一種很迷人的慵懶美 身高也是爆炸高的61 那個腿真的有夠長 所以從一開始Rihanna就得到了超多觀眾的喜愛 我也是其中一個第一眼就愛上她了 我覺得她根本就是我們樹懶界的名模代表 而前面有提到這集有美照過於集中的問題 開播的前兩集根本就是美照沙漠 而Rihanna又是在前期少數有穩定拍出好照片的參賽者 尤其是她第二週的舵天使照 那個姿勢跟神情我覺得配合的超棒的 前期在大家普遍表現不佳的情況之下 沒辦法根本沒幾個可以挑 Rihanna自然就得到了大量粉絲的支持 但是沒想到她居然在第三週就被淘汰了 那個速度之快真的是讓觀眾傻眼 而且原因居然就只是覺得她不夠多樣化 C'mon 要用這個理由淘汰我覺得OK 那也是放在中後期的事情吧 她來拍了三張耶 是能多樣到哪裡去 而且她被淘汰的這組珠寶照 拍的比Rihanna差的根本就是大有人在 Liz Lexie 前期已經沒幾個人可以期待了 還把觀眾少數的寄望給扼殺掉 我真的不懂這個神奇的淘汰順序啊 眼光 眼光 要加強 而我自己重看多次之後 認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 Lihanna在本季的一開始 就跟M被列為同類門的參賽者 兩人的同知性的確蠻高的 都是怪西風加上身高超高 所以可能他們在M身上看到了冠軍的影子之後 就會對於同門的另一位參賽者 非常的沒興趣了吧 唉 反正不管原因是什麼 我都覺得第三個就把Lihanna淘汰掉 真的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如果當初把她留下來 說不定15G的精彩度會高很多啊 而賽歐方面 Lihanna有陸續牽進了墨西哥 與上海的模特經紀公司 賽歐作品大多還是維持著 她招牌的上吊演家慵懶感 作品數量以本季來說算是前三名 而近年的她 除了有自創服裝品牌賣衣服之外 蘇把工作的重心放在音樂創作上 從2018年開始 有在SoundCloud上分享自己創作的歌曲 曲風也是走緩拍慵懶的風格 IG則就是分享一些簡單的生活照 再來要講的第二類參賽者 就是我前面講過的名詞模特組 包含了Kendo、Aster跟Jen 其中Jen是我覺得這組裡面 後來有稍微進化的一位 名字也比較前面 所以她的篇幅會比其他兩位來得多 這組選手的特色就是 你喜歡他們本人會比喜歡他們的照片來得更多 就是所謂的反向照片 看臉的話 這組每個都是美到不當模特 爸媽都會生氣的程度 身這麼美 不拿臉去賺錢真的很浪費 像是第一位 出生自耶路撒冷的Aster 她的長相 算是從來沒有在比賽中出現過的類型 即使我們已經月人無數 看過前面14季海亮的美女 還是找不到一個跟她相似的臉孔 雖然她的尚圍30G 那個字母對高端時尚界來講 好像有點太過隆重了 但評審在甄選週看過她的試拍照之後 覺得她穿上衣服好像沒有那麼兇 還是有展示高端時裝的潛力 而且如果看特寫 Aster的臉真的超級漂亮 我覺得是可當美女 也可當美男子的長相 而另一位Kendo 有位觀眾留言說 個人覺得她是全部賽季中最美的存在 我只能跟你說 她的長相不是用美形容 是完美 我看的時候只覺得 這種外型何須參加這種比賽受苦 LA紐約走一圈 隨便就能找到公司簽她了吧 她的大改造照片 根本就是Naomi Campbell的接班人 Kendo參賽時23歲 年紀雖然在團體中稍大 但是她的外表感覺非常年輕 沒特別差我會以為她是20以下 而且Kendo講話感覺是個很天真純樸的人 沒什麼心機的feel 面試的時候還透露出自己目前還是處女 原因是因為她非常害怕 呃...我該怎麼說呢 等一下吼 這個東西 因為她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噁心 所以無法跟男生親密 嗯...覺得這個東西噁心我是可以理解啦 但技術上不是應該可以全程不用看到她嗎 好啦不要深究好了 總之Kendo一外型來說 真的是本季徵選時最讓人驚豔的一位了 Tara也有說Kendo可能是她近年看過最漂亮的一位參賽者 而這兩位會先放在一起介紹 就是因為她們在賽中的表現起伏真的超級相似 很像兩個同學互抄答案 成績不是一起好就是一起爛 她們在賽中表現比較好的兩次拍攝 都是水中珠寶跟逛街照 都會把自己外型的高分轉印在照片中 受到了很大的稱讚 尤其是她們在逛街照的獨拍 真的都超有上流社會的氣質 感覺等一下就要跟Paris Hilton一起喝下午茶之類的 但在其他沒提到的幾周 Aster跟Kendo的照片真的就有點歪掉 不只是動作沒什麼變化 就連她們引以為傲的臉蛋也常是呈現一種呆滯感 好像沒辦法控制臉部肌肉 整個人就是非常盡責的當名詞 動都動不起來 像是Aster的這張舵天使照 這姿勢搭配上呆滯的表情 真的很像鳥類要撞到玻璃前一秒的畫面 還有Kendo的這張設計師模仿照 無神到我都覺得旁邊這位才是主角了 她們在比賽中很常得到的一個評語就是 本人比照片漂亮 雖然在本節目這是個非常老掉牙的評價 但我覺得這回講的真的是很中肯 以至於她們的排名大概都在中後段徘徊 只能怪她們本人長得太漂亮 所以照片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極數 就是會讓評審跟觀眾失望 而這對名詞姐妹 不只在賽中叫名常常警鈴 最後也是以上述差不多的原因 在連續兩集中接連被淘汰 他的視拍照超級漂亮 根本就是第六季冠軍Danny的翻版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沒有很高光的發展 賽後作品數量很少 目前沒找到什麼近況消息 IG的帳號也是設成私人頁面 而Aster的部分 由於她是信正統派猶太教 而AntM實在不是一個非常符合猶太教規矩的活動 所以她在賽後有受到一些猶太教人士的批判 而她自己本身的話 在比賽結束後移民回到了以色列居住 在西伯萊大學完成了西伯萊文的學位 之後有短暫遷入以色列的經紀公司 拍過一組品牌的行路照 而在2012年時她退出了模特界開始從軍 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擔任坦克教練員的職務 受採訪時又表示她也是非常熱愛自己的文化 近年來在社群上都沒什麼聲音 應該是過著相對低調的生活 而這組選手中最後特別分開介紹的是Jane 參賽時19歲 出登場時穿著一件充滿幼童感的藍色洋裝 長得非常可愛一副人觸無害的樣子 但在你聽完她的背景之後 似乎會看到她的背後有一隻鳳凰 而且在發光 在參賽前 Jane是以驅棍球員的身份入選名校普林斯頓大學 除了體育好學歷高 Jane家裡似乎也非常有錢 面試時她說自己小時候想學騎馬 爸媽的反應是 幫她買了一些馬 而且建了一個馬舅 講起來超輕鬆的 感覺像是在買雜貨一樣 如果是我小時候說想騎馬 通常是會被帶去騎乘所前面的這個 這個故事就讓人對Jane的家庭背景 有著非常大的想像空間 我如果是評審聽到這些話 可能會先尊敬她一下以防萬一 但是Jane在節目上的形象 跟她的背景非常不搭 以前只要有高材生或是有錢人參賽 通常都是會被節目剪輯成機車天后 但Jane兩個標籤同時都有 卻是意外的隨和好相處 在賽中從來沒有表現過一絲傲氣 就是個蛋病乖巧的女生 剪輯居然願意放過這條萬年故事線 想必Jane的個性應該是真的還蠻好的 而且宿舍中其他選手感覺也很喜歡她 互動起來完全沒有隔閡 而且一直莫名的想要把她拉入街頭的世界 叫她跳舞啊 或是把她cosplay成不良少女之類的 反正只要看Jane做壞壞的事情 大家好像就會很爽 真的是要逼人家爸媽標出孔家的名言耶 Jane是我這季最喜歡的一個參賽者 我太吃她的臉了 百分之百被她的顏值吸引 雖然Jane的臉型稍微跟許孝順有點雷同 但五官真的長得太精緻漂亮了 讓我覺得很有電影明星的高貴感 一點都不親民 但就是這樣才好有距離感才夠高級 但Jane如果說到賽中表現 其實跟前兩位介紹的算是大同小異 前期好看的照片大概就少輸那幾組 她的逛街照真的是高級到瘋掉 在團照裡面 她的氣質仙道把旁邊的男伴顯得很像保鏢 然後在旁邊這個是發脾氣的經紀人 反正全都是Jane的跟班就對了 但Jane的其他組照片爛的時候 真的也是沒在客氣 Jane平常的表情真的已經夠少了 在照片中更是沒有變化 只要鏡頭拉遠 常常會拍出混混與睡的感覺 前期也因此而經過一次包圍 Jane的很多照片如果我不特別複習 其實記憶點真的很低 腦中沒有什麼畫面 而名詞組如果三人組內相比 在前半場的表現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不相上下 誰會走到後面好像都算合理 而Jane成為此組中唯一闖到出國階段的選手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太複雜的原因 單純就是評審們更看好她的外型吧 以這三個人的接近程度 評審就算是用抽籤決定 我好像也能原諒他們 而Jane在成功出國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義大利對她有什麼共鳴 還是賽前打了肉毒退了 她整個人的表情都活起來了 在六強的團體滑船罩中 雖然她的位置是分配在最不利的後方 但是她在成品中卻是最耀眼的一個 把前面兩位強者 Anne跟Chelsea都比了下去 看側拍時 她各種魅惑的表情跟動作 真的不敢相信她是之前那個呆板的Jane 雖然這週差一點點只拿了個第二名 但我覺得這次表現 讓大家看到了Jane身為模特的潛能 不過雖然Jane後來成功進入四強 但最後要四取二的時候 一個名額一定是被Anne訂走了嘛 嚴格來說人家第五週就訂好了 剩下一個名額三個人要搶 面對的是首位叫名次數次多的Kella 還有全程無包圍的Chelsea Jane在她們面前是真的沒什麼機會 於是最後她也是在決賽前遭到淘汰 名列十四人中的三四名 四強的這個動態拍攝 其實我個人覺得Jane是拍得最美的 她跪西的臉孔 配合這個豪宅的背景 真的是太適合了 在花園回頭的這段 我個人可以重看十四以上 震死了 但在這個階段 評審都已經不是看單周表現在選人了 所以可惜她再努力也很難扳回一層 雖然我這季最愛Jane 但我自詩不是一個盲目溺愛的粉絲 她的臉對我來說是100分沒錯 但如果問她的賽中表現 平均真的大概就是個70 所以她能夠闖到四強 我身為支持者真的已經很高興了 而賽後方面 Jane的發展可說是讓觀眾們為之一陣 她單靠自己的本事 就嵌入了與冠軍獎品相同的IMG Models 2011年時走上了New York Fashion Week 並在隔年也登上了Vogue Italia的內業 可說是靠著自己就發展出冠軍班的事業 賽後作品真的都超級好看 可惜Jane在2013年從大學畢業之後 也同時離開了模特這條路 後來她曾在新聞網站Jerese Report擔任編輯跟政治評論員 之後在2017年時結婚 近年來在社群上也是非常身影 所以就沒有太多詳細的境況可以分享給大家囉 好的那十五季上集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囉 下集的人物不用說絕對更加精彩 大家敬請期待 一樣有任何意見想法都歡迎在留言區發表討論 我都一定會看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